好,现在我们来介绍指数,函数,以及它的图形。 现在我们来看,我们现在设定底数为2。 我们来观察一下2的x次方,当我们x在变动的时候,那么函数的图形会怎么样来变? 我们首先观察,如果是2的0次方,当然0次方在定义上它是等于1。 2的1次方,那当然还是2。2的2次方,2乘2次,当然就变成4。 3次方就变成是8,所以它已经跳出我们画面外面了。 至于负的次方的部分,负1次方表示1分2,负2次方表示1分4,负3次方表示1分8,以此类推。 所以负的次方越来越多的时候,它就越来越小,但是只会趋近于0,从来不会掉到x轴的下方。 所以指数函数整体来讲,它永远是大于0的。 当然如果我们现在来观察一下,假设我们调整这个底数,我们把底数调高一点。 比方说我们现在的底数调到3,3的次方当然我们可以看到,它往上爬升的速度当然就越快了。 比原来2的时候,我们再把它调回来。原来是2的时候,它爬升的速度没有那么快。 那么当它变成是3的时候,OK,右边爬升的速度是比较快的。 所以我们知道这是很自然的,因为3的次方总是比2的次方还爬升的快。 但是反过来讲,在左边的部分,负1次方负2次方负3次方,这边呢,是表示倒数的意思。 所以负1次方是表示3分之1,负2次方表示9分之1,负3次方表示27分之1。 换句话说,左边它在下降的速度也更快。 好,那这个是比较不明显的。我们现在把底数再把它变回是2。OK。 左边这边呢,我们比较没有那么容易看出来。 现在2的时候,它下降的速度呢,是比较慢一点。 2分之1,4分之1,8分之1这样来下降。 但是如果调成3的时候,它是3分之1,9分之1,27分之1这样来下降。 所以它下降的速度比较快。 整体而言呢,右边爬升的比较快。 左边下降的比较快。 唯一不变的就是这个地方。 0次方的永远是1。 那指数函数还有另外一个特点就是说, 好,我们现在把它开出来。 当它的这个底数呢,比较说一个是3,一个是1分之1的时候, 这时候,这两个图形,我们可以很明显看到它是左右对称。 好,而且你就算把它调整是底数,比较说像我们调整变成是2。 好,一样的。 它右边的图形跟左边的图形还是保持的对称。 所以,指数函数图形来讲,它有对称于Y轴的特性。 如果说你的底数呢,一个是A,一个是A分之1的话, 它就会保持这样对称的现象。 好,以上简单介绍指数函数的图形。 现在,室内提交溝通行。 然后,可以帮助你打开架的缴棒。 非常有点图形。 就是这样。 好,有点图形。 就是正常的文化、